台南台下跟台南市政府本來給位 要在起新校庫時也起一座 可以擁有一萬五千人的小巨蛋 可是最近團出 九尾部並沒有暫行 台南市都發給標示 已經停機制合作案 可是台南台下 後面標示不正應又不放棄 會繼續跟市政府來學生 採集的南台南戶島 先不下完拜 用前台南台下文化校庫 要去在這裡 由台南市政府無條件 提供好多 相同又在九十九年 簽訂必忘錄 除了去學校 告一組 提供給一萬五千人的小巨蛋 不理督經過兩年 這個合作可能失敗 因為台南台下跟新校庫設計 的計劃三九九不正式 文化學校跟小巨蛋建立 現在到處不輕鬆意 經費需求 另外告報表示 小巨蛋負荷市會記台 但是在九十四要最優先 未來管理也是很大問題 當時去的經費 將軍二十二億 又沒有體負六億 記台前在南台 學部基金來做應付 也讓市府懷疑 好好負擔不去 因此決定 要停止這項合作的開發案 十二月十五號之前 他一定要來跟市府協商 後續這個部分 他們的經費能不能做得下去 那整求市府的討論 確定可以執行下去 那我們到十二月以後 其實都沒有收到 也就是目前 我們財務命的規劃 是非常保守的 所以其實這個可能是 市府對於交易部補助經費 希望能夠增加更多一點 學校也樂觀其善 但是因為我們是部署機關 我們必須尊重部交易部的決議 上方現在拿到的 經費來源不確定 台南台下最有信心 希望跟市府繼續拆掉 但是市府政府說 不可以繼續拖路 另外要怎麼只用 台南的小巨蛋補採 市府不擺充任何 可能的開發的方式 記者 綜合報導